我们现在用这个图来统整一下 有关于呼吸的调节 以及心跳的调节 心跳 心跳跟呼吸的调节 因为心跟背很有关系 所以他们调节会很接近 首先呼吸调节它的中枢 我有个星星代表 在眼脑 眼脑的呼吸中枢是 呼吸最初它的中枢 但是心跳的中枢在哪呢 在这里叫做节律点 所以你要先知道 他们的节律是由谁决定 谁发出来的 心跳是右心房的节律点 而呼吸是眼脑 所以没有眼脑就没有呼吸 没有节律点就没有心跳 那其他的调节因子 呼吸就调节眼脑 心跳就调节节律点就好了 第二个可以看的是 那它的受气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受气 这个是颈动脉跟主动脉 它包含了压力受气 也就是血压 也包含了化学受气 侦测氧气跟二氧化碳浓度的 还有不同的受气在这边 刚好都在颈动脉跟主动脉 那其中呢 这个压力受气 讯息传到哪里 各位来看哦 它的讯息传到 也是眼脑 眼脑另外一个中枢 我们学过的 叫血管运动中枢 运动中枢 好 那这是压力受气 那化学受气呢 送到的是眼脑的呼吸中枢 就这么巧 那么肺脏本身的物理受气 我们叫张力受气 这是肺的张力受气 它也会把讯息传到呼吸中枢 好 看哦 中枢 好 接下来我们用另外一个颜色来表达 它的动 它的那个运动神经 呼吸中枢被调节之后 它就发出讯号 调节你的呼吸 这个是不是看不起 放颜色 我心粉 我这时候用不到 呼吸中枢 这时候就 调节你的呼吸 血管运动中枢呢 增测到压力受气之后 这时候 它就调节你的节律点 所以你看到吗 心跳 呼吸 呼吸 心跳 它们的 真正的中枢 和可以调节它们中枢的中枢 和它们的受气 在哪里 就可以用这个图来表达 好 那么 看得出来吗 我把这个箭头画好一点 因为大家都画到文字 我这里也画文字 压力受气 传到眼脑的血管运动中枢 化学受气 传到眼脑的呼吸中枢 而呼吸中枢位于眼脑 眼脑才是真正呼吸的中枢 而节律点是真正心跳的中枢 好 那其中蓝色 那个荧光绿 是感觉神经 把讯息送到中枢去 而那个桃红色是运动神经 由中枢把讯息送到 你的周边的那个主要器官 比如说呼吸机 比如说心跳 节律点 好 以上我们就把两个系统 他们的调节机制 做一下整合 让大家可以了解他们的关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